原创不易,请随手关注,作者,一品门团队刘伯温,无受全境转,目前的野门战局达到白热化,沙特联军集中全力,向胡塞武装控制的鸿海重要港后和台大发动猛攻。 双方的和台大港附近集中的兵力,各自都达到7000人的规模,和几近1.5万人的大战,在野门内战中前所未有,战况空前惨变,胡塞武装在和台大国际机场南部达里赫米地区,机会沙特联军大量装甲车辆前几天,和台大国际机场一度传出失手的消息,而今天来自胡塞武装方面的情报则显示, 集场还在胡塞武装的手中,而且,胡塞武装集中兵力,在和台大国际机场南部达里赫米地区,向沙特联军发动大规模反击,那里是沙特联军的补给线。 胡塞武装在战斗中,动用了反坦克导弹,让沙特联军大为震惊,据最新的情报,胡塞武装击毁沙特联军28辆个卫军用装甲车辆,俘获10辆,人员伤亡更是相当惨重。 由于不极限电力被截断,沙特联军陷入全线不稳,已经无力继续发动攻势。 作为报复,沙特空军过去两天之内在达里赫米地区,进行了一百多次密集空袭。 但收效甚为,胡塞武装誓死抵抗胡塞武装在河台达国际机场,南部达里赫米地区击毁沙特联军大量装脚车辆。 而且,更要命的消息,从也门西北部靠近沙特的边境地区传来,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阿联球军队的侦察机,机上人员全部死亡。 同时,胡塞武装还宣布,击落了沙特军队的无人机,装备精良的沙特军队,胡塞武装击落的沙特军队无人机。 目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,据传伊朗海军已经于21日探险让搜助力军舰前往雅丁湾。 伊朗海军说,这次出动军舰的目标,是控制海上交通,保卫红海和雅丁湾石油药道上的商船和邮轮,防备海盗袭击。 其实一切在明显不过,这版明是给沙特看,目前和台导长被沙特海军包围,伊朗不会坐视胡塞武装最重要的补给线和对外联络通道。 被沙特连约切断,伊朗直接的军事支持和武装护送已经开始,也许是受这一改变战局的重大消息影响。 沙特连约的成员之一马来西亚公开宣布,退出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,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出名的蝴蝶理论,亚马逊森林里的一只蝴蝶,稍微震动下翅膀。 遥远的美国德克萨斯就可能刮起一场飓风,而现在退出也门战争的马来西亚,会不会就是那只蝴蝶? 尽管目前局面有力,而且沙特连约战斗力不高,胡塞武装越战越勇,但和台达战士的前景依然不甚明朗,胡塞武装依然存在逝去和台达岗的风险。 毕竟,和台达岗的战略位置太过重要,这里是沙特的眼中钉,务必拿下而后快。 而对于胡塞武装来说,和台达岗跟山区比较,毕竟男人防守,可以说和台达岗一直是胡塞武装的一块软肋。 所以,也门战局下一步将如何发展,我们要持续关注,请支持一品文团队的各种原创文章及实体书,独立专业,有种有料。